盼星星盼月亮 世哥等着许久的德云团宗第二季终于开播 和第一季不同的是 第二季团宗采用一周更两期的播出方式 虽说备受瞩目的张云雷并没有参加 但有银赫祥张九南和何九华的加入 也是让第二季团宗看点十足 那么到底会是谁能拿下第二季的冠军宝座呢 本期视频世哥带你了解一二 岳云鹏 这一季的岳云鹏和上一季的作用一样 虽说不参与评选 但依旧是要组队比赛 面对时常挑剑自己的队员们 小岳云也只能一笑而过 听着岳云鹏恼羞成怒的嘶吼 世哥不禁感慨 岳云鹏这一季地位堪忧 虽说岳云鹏不会参与冠军宝座竞选 但是哥觉得无论哪个实地能在决赛中得到岳云鹏的帮助 那夺冠的几率一定会大大提升 秦潇贤 作为上一季的团宠 秦潇贤在这一季开始就为自己立下了目标 虽说放得横话比较有气势 但世哥怎么都觉得老秦想实现这个目标的话 还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毕竟副总一个眼神就能秒杀秦潇贤 怪不得老秦会说 卵云鹏 本着先低调再高调的副总 肯定想不到 一开始就被秦潇贤给盯上 虽说上一季 卵盘盘总是在淘汰的边缘徘徊 但不得不说 从上一季第六期后 卵盘盘有如神助 不仅相声文革更受大家欢迎 就连师父郭德纲和大爷于谦 都夸卵云鹏开窍了 可见卵云平相声功力进步之快 所以第二季 卵云平面对实力强劲的史兄弟 还是有一丝获胜的机会 烧饼曹贺阳 作为上一季的老参赛选手 烧饼和曹贺阳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而且相声功力也不差 但要是真的争夺这次的刚蹦男孩 世哥觉得还是要凭运气 毕竟按照导演严敏的风格 肯定不会将彼此有默契的两人分为一组 孟赫堂周九良 作为上一季的冠军得主 孟赫堂这次卷土重来 虽然世哥十分期待他带着九良玩游戏 但世哥不得不说 这一季孟赫堂和冠军无缘 毕竟这是德云社的团宗 郭德纲肯定也不会让同一个人联赢两届 毕竟每个弟子都是老国的心头号 至于世哥的心头号 九良小宝贝 虽说他有着扎实的相声基本功 临场反应能力也比较厉害 但九良过于随性 且不爱争抢 所以关于九良能不能夺冠这件事 世哥觉得 只要九良开心一切都行 张九龄王九龙 郭德纲的外甥带着德云九队队长 王九龙张九龙这一队的实力 也是不容小觑 虽说上一季王九龙录制一半就惨遭淘汰 但这小半年的时间 世哥相信王九龙的相声实力一定突飞猛进 但关于夺冠这件事 世哥咋想都觉得他们夺冠的几率比较小 不过这也只是世哥的猜测 杨九郎 颜鹤祥 作为上一季的旁白 颜鹤祥也算是德云团宗的常驻嘉宾 这不第二季刚开始时 颜鹤祥就为自己铺好了后路 虽说颜鹤祥不敢打包票自己得冠军 但在世哥看来 颜鹤祥在这一季的冠军争夺赛中 影面较大 除了相声功力强之外 作为德云社留守少奶奶的颜鹤祥 郭德纲肯定会稍微补偿一下 毕竟无黑幕不得云满 和颜鹤祥有着同样遭遇的养九郎 只要能稳定发挥 世哥觉得拿个好名次不是问题 张赫伦 团宗第二季一定下开播时间 关于冠军的人选就在世哥心中成形 除了颜鹤祥外 第二人选就是张赫伦 相声能力 舞台风格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 虽说在舞台上时常哪是否开涮 但张赫伦的实力和人气都是不容小觑 所以只要张赫伦能在第二季中稳定发挥 冠军宝座很有可能是属于张赫伦 上九席 参加团宗第一季的时候 郭德纲多次指出 上九席在相声方面的缺点 并且还单独给他指导作品 世哥相信 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 上九席一定进步不小 本身就招人喜欢 如果再加上稳健的台风 世哥相信 九席加把劲一定能大放光彩 何九华 虽说是新人 但何九华的名气并不小 和上九席拆伙后 迅速和秦潇贤组成新搭档 一个调皮一个沉稳 何九华和秦潇贤在相声方面互相帮扶 不过第一次参加团宗的何九华 世哥总是担心玩不过师兄弟们 张九南 作为上一季被刷下来的得运弟子 张九南的记仇程度远超世哥想象 只要在舞台上提起团宗这两个字 张九南就会在舞台上吐槽师傅一次 俗话说得好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这不二季首发阵容里就有张九南 这一次师傅没有辜负九南 世哥也希望九南能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给师傅一个满意的答卷 无论本季的冠军是谁 世哥相信在未来的两个月里 德云市的大老爷们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 关注世哥带您了解您不知道的德云趣事 吉兰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点栏目